馬子儲備 歡迎大家進入網路的大學堂 大家來學習馬子信仰的知識、常識 有位同修來問顧問說 我们的马子信仰 因为在世的时候 马子都是信奉观音 礼佛诵经千神 礼佛诵经千神 所以诵经是我们马子信仰文化中 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法文 那如何让诵经的功德效果会确大 那希望顾文能分享 能讲解一下 那顾文以我手写手之 来跟大家分享 那顾文觉得呢 如果我们依文字来诵念 它有效果 那佛教说不是字的人 那我们一直念一直念 每天念 念了几百次几千次 那个经 那最后也会有成 那因为一心专念 你的心就会静下来 会定静安利德 也会有效果 可是我个人觉得 诵经如果主要是照文字诵 没有用心去学习 这个经典的教义 它在教我们什么道理 教我们怎样作然 如果我们有用心 如果我们有用心去学 然后在念诵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观想 这个马祖在教育我们什么 马祖在现前呢 在前面在教导我们怎么 教导我们什么教义 什么道理 如何去为人此事 那这样来诵经就非常有用 效果就会很大 效果就会很大 因为修行其实是在修心 因为诵经其实在自己修心 你在诵经当下 你会用观想 这个马祖 透过这个经典教育我们什么道理 教育我们怎么做人此事 那我们用心去观想 这个经典呢 才利益才会进到我们的心里 而我们才真的会去做到 露实在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解 去了解 然后去行 然后去证 所以我们信解 行证 我们相信 诵经呢 是我们的修行法门 可以让我们 激灾解恶 引离所有的病痛 苦痛 困难 念经 会让我们 离苦得乐 那我们呢 如果你可以了解 你了解里面 经的意义 道理 然后去行 然后我们就会证得 经典所讲的 我们可以跟马子呢 同灯 结路 成仙成火 真的可以 了生死 脱离肉道 到菩萨 行菩萨道 到活境界 所以我个人觉得 念经 证经 的效果要大 一定要去了解 理解 这个经 在教我们 什么道理 然后我们去行 去露属在生活当中 那修行 其实在修心 所以佛教呢 的修行 就要修这颗心 一切为心诈 那因观法界性 就要提升 我们的灵性的层次 我们来念经 诵经 礼佛 就是来接近 最高的层次 厚经师所讲的 最高的开悟 有三个重要的一个原则 第十七层 的灵性 这种意识能量的层次 我们自己的灵性 灵性的层次 意识层次 也会提个很高 很快就会 略辨 提的很高 就这样是 对诵经的效果是最大 那效果要最大 要把握三个原则 那这是固人所学 在佛经当中 那师父所教的 有三个重要的一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忏悔 我们在诵经当中 一定要先礼佛 当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把经典换在那边 还没开始练的时候 会 南无 天上圣母菩萨 会礼佛 我们会来拜经 所以在礼佛 拜马祖的时候 拜这个经的时候 就在忏悔 我对自己 累世以来 所做的一些错误的事 那所造的一些业 我深深的忏悔 同时我们要替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众生 我们要花那个菩萨心 我们要花那个菩萨心 替所有众生 来忏悔 所以在念经 诵经前 一定要礼佛 也要拜 然后 南无 天上圣母菩萨 那种 我的菩伊 三菩伊 从中的菩萨心 我会拥很可能 这个人 在念经的时候 我会拥有 这样的 我会拥有 然后 那个人 我会拥有 佛樂,脫裏六道,了生死 所以你在花焉,就是我花焉 我早晚朝夕 我一定来牵颂天上圣母经 同时你要花菩萨心,花麻所的心 我也愿全天下所有的众生 也能花焉牵颂天上圣母经 你就这样花焉,花个菩萨心 最后最重要的,花焉完以后 我们要回向 所以我们认经最后完以后 把经典盖起来的时候,结社的时候 我们除了千颂南母,天上圣母菩萨以外 就要回向 回向 我们回向,把所有今天的认经的功德 要回向给自己以外 我们还是要花菩萨心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所以我们念今晚,我们还是念这个计划 所以我们念今晚 愿将经功德回向之众生 如果我们有忏悔 有礼佛 忏悔,为众生忏悔 我们有花焉 我们要每天来念天上圣母经 而为众生花焉 而为众生花焉 但念众生 每天都会念天上圣母经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是回向 把今天的回向,回向给众生 为众生来祈福 这样 因为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灵的层次 我们的习性 法界性 就到达了菩萨 行菩萨道 菩萨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念众生得幸福 你有那个心 所以以这个菩萨心和心来念经 以马祖的心来念天上圣母经 你又融入在马祖的那个真、口、意 他的思考模式当中 他的思想当中 你就跟马祖感应道交 感就是我们的一个祈祷 那知火就有回应 知火就有回应 所以我们就会感应道交 道交感应跟马祖相同 这样我们来念天上圣母经 的功德力的效果 就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是以菩萨心 佛心 马祖的心 来为众生忏悔 为众生花艳 为众生回向 真正我们就学到了 这部天上圣母经的要义的精神 所以我们的效果最大 我们要观想 在念经的时候 宋经的时候 一定要观想 马祖在教育我们什么道理 希望我们怎么做人此事 然后我们要如何去做人此事 来露出在生活当中 我们要闻思修 静下来好好的思维修 去观 去观想这部天上圣母经 所以我们宋经的时候 一定要观想 马祖在教我们什么道理 教我们怎么样去露出 在生活当中 以上呢 是顾问的分享 回答这位同修问的问题 如何让诵经的功德效果最大 那郭文也跟大家分享 用心 信 解 行 正这部经 不是只有照文字练 要用心去观想来练 修行就在修心 我们的心灵的层次 就一直往上走 在霍金师的十七层 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往上走 我们的死瓦界 从地义 恶鬼出身 阿修罗 人 天道 神道 然后罗汉 菩萨 我们一直这样的修上去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马祖慈悲 曲�萨 我们行 你 Jun 继续 继续 hashtag u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